中科史上最大规模的裁员 茂德公司预计从10月19号开始要分阶段裁员 一共呢将要裁掉1300名员工 而日前裁并入京店的广架中科厂 也传出要裁撤两层的员工 记者求证业者 而茂德表示呢因为产能缩减 裁员是分阶段的计划 也是公司转型的准备工作 而我们实际来到了茂德中科厂 工厂现在还是正常运作的 根据了解经历了财务危机之后 茂德公司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精简人力作业 传出大规模裁员工厂员工站在窗边 看着门外员工人数高达3000多人的茂德科技 中科厂因为产能缩减 传出要裁员上千人 因为1300这个数字是不正确的 对因为它如果它持续 它是持续进行分阶段性的在做 实际来到茂德中科厂工厂照常运作 根据了解历经财务危机之后 茂德公司开始进行大规模精简人力作业 这些年裁员裁了488人之后 再传出年底要再裁1300人 到时中科厂恐怕只剩下一百多人 而同样位在中科的广家 并入经店之后也传出要再砍两成员工 将从10月19号开始分阶段执行 中科史上最大波裁员强调会建立保全员工权益 但景气差裁员一波接一波 任心惶惶